主内平安 软弱不会影响他仆人 对他的服侍 也希望大家为我祷告 因为我明天就需要到香港 有一个礼拜的培训 所以也不知道去不去的城 我是约好了我的中医师 等一下崇拜完了 我就会去找 我连续三天找他了了 昨天张一团的正道完了 我就直接去那边 也给拯救推了 今天等一下也还要去找他再推 看看明天飞不飞得了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不论是在刚强的时候 或者是在软弱的时候 你其实都是我们的恩主 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特别是在我们人的软弱的身上 要显出你的刚强来 所以恳求你就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在 不论是传讲你信息的人 或者是聆听你话语的人 我们都同感一灵 让你今天要向你自己的儿女 你教会所要说的话 我们能够听得清楚 谨记在心 而且能够靠你行出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刚才我们听了一大段的经文 是从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节到二十九节 很长的一段的经文 其实这段经文是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第五到第七章 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的总结 今天也是我们 做主门徒系列的最后一篇讲到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我们都从这个登山宝训里面 一直在聆听上帝的 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教导 记不记得在我讲第一堂的时候 从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 八福的时候讲那一堂 我有呼吁大家 就在这段期间 一直重复看这几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篇 耶稣所讲的一篇信息 他把我们作为天国子民 当有的一种的生活样式 要朝向那个方面 这方面来活出 基督门徒的生命样式 他都讲在这里头了 然后就让我先快快地和大家 做一个复习 在这个八福里头 耶稣就是提到 开门见山的指出 我们做天国子民 我们要怎样承受这个蒙福的生命 而这个蒙福的生命 这八福是跟世界的标准价值 不但一样的 然后他接下来就给他的门徒 这种做光 做炎的这两个比喻 来说明那些活出八福的人 是可以怎样去影响生命的 然后耶稣又接下来 在同样是第五章的时候 他进一步解析说 凡是属他的人 如果你是活出这八福的生命 你要做光 做炎的话 然后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那种意 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跟一般人的那种的标准 对错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是不一样的呢 我们还是要回来看这处的经文 从第五章到第八章 然后耶稣就在接下来 从第六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十一节 这一大段里头 他就讲到说 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所以还是讲这个国和这个义 那怎样知道我们是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呢 他就进一步地提到 什么叫做施舍 什么叫做祷告 什么叫做进食 然后他还提到说 我们要的是天上的财宝 而不只是要累积地上的财宝 他也提到说 当这些财宝多或者少的时候 我们人容易忧虑 我们是怎样看待这个忧虑 然后他还提到说 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怎样不要去论断人 然后他就对祷告 有很具体的一个教导 就是主祷文 就在这个第五章第六章里 到第七章里头 在中间那边第六章 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范文 叫做主祷文 很具体地将祷告的这个内容方向 重点都提出来 然后呢 来到第七章第十二节 就在我们今天讲到他的总结讲章之前的一节 第十二节的时候呢 耶稣是用一个叫做黄金法则 golden rule 来接触他对祷告的这个评论 就是说 他说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 想要人 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 这 就是 律法 和先知的 道理 耶稣在让我们知道 他来 他是 成全律法 他是 整个先知的总结的时候呢 不论是律法或者先知 这些道理啊 当我们 懂很多 但是呢 你要怎样行出来 我们希望人 怎样待我们 我们要用这些 来待人 这些是上帝 造人 上帝对这世间 要有的一个 当有的一种 待人处事的方式 所以这一节呢 把它称为是 黄金法则 Golden rule 所以我们将心比心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这世上 人对我好 我就对人好 人对我不大好 我就远远离他 我们就是用那种 比较自我保护的方式 然后就来到今天 耶稣对我们 做门徒的 总结诚词的时候 他就 用一种 很强烈 鲜明的 对比 来作为一个结束 也就是 第七章的 十三节 一直到 第二十七节 在今天 这些经文的当中呢 耶稣 其实是 像我们这些 属他的人 门徒 记得 在第五章开始 他向门徒说话 他登山 他坐下来 向门徒说的时候 他在跟他们讲述说 你们这些 要跟从我的人 要做出 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选择 因为做正确的选择 是重要的 因为耶稣 讲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听了很多 但是 最后你要选择 到底 耶稣 讲的这些 我是要跟从 还是不跟从 还是我只是选一些 我觉得比较做得来的 另外一些 我觉得比较难的 我又不跟 到底我们的 那个选择 在哪里 所以耶稣 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 跟随主的人 信同的人 我们常常要不断的 持续的 做出选择 而这个选择 需要是明智 有上帝的灵 引导 有上帝的话 指引的一种选择 从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十四节开始 耶稣就 以两种生活样式 两种命运 来说明 我们生活当中 要做的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 是我们做门徒的代价 你不要以为 跟信耶稣上天堂 然后地上不要管 你希望一切都是风平浪静 其实你信耶稣 得永生的时候 我们活在这世上 你其实每一天 都是一个选择 所以耶稣就用这两个 两种的生活方式 两种命运 他说我们可以 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 一条是通向毁灭的 宽阔的道路 另外一条 是通向生命的一个狭窄 而且艰难的一条路 这条路 这条宽大的路 刚才那个路在哪里 路不见掉 那条宽大的路 是很多人都走在它上面的 很多的世俗的享乐 但是也有很多的干扰 很多的诱惑 耶稣说走这条路 开始走的时候 嘻嘻哈哈 很有伴 很有乐趣 很容易走 但是最后越走 是越偏离上帝 对我们人的计划 这条路最后还会走向灭亡 我们人因为目光短浅 我们就看到眼前 眼前这个比较容易走 也比较欢乐 所以我们就 嘻嘻哈哈走在其中 我们就没有去想到远的地方 耶稣说 还有另外一条路 走的人少 很孤单 看起来 眼看的时候好像很凄凉 而且迂回曲折 在耶稣讲了这两个比喻 两条路之后 他又接下来 用两种树 接出两种果子 来做另外一个比喻 他说我们必须小心 要辨别 有假先知 有假教师 他们在讲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听起来好像很悦耳 听起来好像很称心 但是他们的这些的教导 最后是把我们带离上帝的心意 最后借出来的是坏的果子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到底我信主 网上也听很多的讲道 或者看一些的文章 哪一些是真 哪一些是假 耶稣说在这末代 来到末了的时代 有很多假先知 假教师会出来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度日 所以他才说 我们一直要走那条窄的门 窄的路 我们要常常很时刻地来问 上帝啊 是你吗 上帝啊 这番的教导 听起来很好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人讲说 你信耶稣 然后你祷告 上帝就为你开所有的路 你怎样祷告 他一定答应的 然后这样的教导 根深蒂固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一些疾病或者困难 我们祷告 久久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就怀疑 上帝是不是没有听祷告 上帝是不是不悦纳我 因为我们的整个被教导和信念里面 我们只要走平顺的路 我们忘记这条路 跟持耶稣的路 是一条天天要背起十字架 跟从主的路 我们不肯背任何的十字架 有时候上帝是要接着一些的苦难 接着一些的考验 在调我们 在磨练我们 使我们紧紧依靠祂 建立我们对祂的信心 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听说 信耶稣一切都能够克服 我们只听那个的时候 到头来 使到我们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那种的猜测 这些就是圣经所说的坏果子 所以耶稣说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等时间能够证明 证明到底走这样的一条路 听从这样的教导下去 接出来的果子 是不是上帝所悦纳的果子 接下来 耶稣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要凭着他们的果子 所以 耶稣进一步还讲到说 不只是有两条路 两种的果子 两种的树 更重要是说 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口里称他是耶稣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他说这样子是不够的 因为在第21节到23节的时候 耶稣告诉我们说 单单只是称自己是基督徒 是不够的 因为耶稣说 不是每个人称呼我 主啊 主啊 都能进天国 糟糕了了 我怎么知道 我平时祷告当然是称主啊 主啊 然后我一直以为我称主啊 主啊 不一定能够进天国 然后他再讲说 甚至 一些人说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行过神迹 奉你的名 赶过鬼吗 耶稣说 离开我去 我不认识你 这个就很可怕 有时候我们 信主那么久 我们也参与在服事里头 我们都有做 我们这些都在做 但是到底耶稣在这里 要提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说 单单这一些 称自己是基督徒 或者有奉主的名行事 或者行善 是不够的呢 好了 这个关键就是在意 他说 关键是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 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 因为行善 很多人都会行善 有时候一些非基督徒 他们行善 他们的善行 比我们基督徒还好啊 但是上帝看 最后看的时候 不是以这些善行来看 他是说 你做的这些好人好事 是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比如说 当耶稣 圣经记载说 他的好朋友拉撒路病重 拉撒路的姐姐 玛大和玛利亚不是差人 到戈壁村那边去找耶稣了 说拉撒路你的好朋友病得很重了 你会快快来医治他 作为一个好朋友 听到你某个人病危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从人情方面 放下手头的工作 先人命关天 去医治他 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 竟然没有马上去 而且还担任了好几天 到他去到那个镇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拉撒路 已经死了几天 放在坟墓里面四天了 到底这个 他这样子做 对还是不对 后来耶稣自己说 因为他那个决定的时候 他做选择的时候 当看到人家讲到 有那个需要要求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祷告 他一定问上帝 上帝啊 我现在是去还是不去 我不去 人家会可能会怀疑 或者是责问我 为什么不尽人情 人家会误会我 但是呢 我要听从你的指示 所以后来当耶稣去 把拉撒路 从死里面交付我的时候 他说这是上帝 要显明他大难的一个作为 刻意来这样的一件事 来显明上帝的旨意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一看到 有些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做好事 但是有时候 在行善的时候 甚至我们是感觉到 自己牺牲一些时间 为着耶稣 为着爱的缘故 我们付出的时候 加多一点东西进去 你要做那件事的时候 祷告 上帝 你要我现在去做吗 还是你拆遣别人去做 还是我担言 不马上去帮助 这一个看起来 有急切需要的人 其实你是要我叫他 指导他 自己向你求告 免得人都是等人家来服 所以很多有上帝的心意 在他当中 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说不要以为我们 称说主啊主啊 就一定进成圣国 不要以为你 为上帝做了很多的服事 就打包票 上天国 不是 到最后 上帝要看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有没有跟神保持那个密切的关系 常常求告他 依靠他的这个心态 因为我们是做主公 不是做自己的公 不然的话 到头来 他说 我不认识你 进不了天国 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给我们的虚妄的这个外表 骗了我们内在的那个生活 所以 他说 要看到 有没有借出生命的果子 怎样才叫做是借出这个好果子呢 首先 耶稣开始在讲了 我们也要选走窄门 走小路 因为他说 通往生命的门 是窄的 路 是小的 找到的人 也少 窄门和小路 就意味着 我们 会遇到困难的 会有危险的 会有挑战 不是一帆风顺 而那些走在 这条 跟随耶稣的 窄路上的人 我们需要 不断地 学习 放手 主啊 我不能 主啊 你帮助 主啊 这条路 迂回取责 我看不到尽头 我不知道 要怎么前进 主 你帮助我 这样的一条路 是使得我们 常常要 学习 放手 交给主 而且向自己 死去 我不能 我不能 主 你帮助 这是一种 降福的生命 走这条路 孤单的 因为旁边的人 不一定 会理解你了 人家会告诉你 信耶稣就好 不要信得太迷 服事就好 不要服事那么多 有做一点就好了 但神看来不是多或者少 是他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有时候表面上看我们服事量不多 但是是另外一种的生命阶段的时候 另外一种的修复和祷告 所以不要被别人的这个贫义眼光来影响 它是一条孤单的路 因为它叫我们时时刻刻 常常转向主 所以我们有一个迷思 我们以为说 我一旦觉知信主 我一旦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和个人生命的主 我就是进了窄门 我就是在这条小路上面了 是你是进了那个门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一生里头 每一天都面对很多的抉择的 这个人用这样的眼光看我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回应主 那是一个决定 我是要用回一个跟他奔回去的眼光 还是我要用一个饶恕的心态 又是一个选择 然后我要到底这件事 这个我要不要惩戒起来 我感觉到自己实在是不能 也很忙 但是上帝如果那个灵在里面感动的话 我就要决定 要还是不要 所以我们一生里头 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抉择 每一次 信主你进了窄门之后 在窄门里面很多分岔路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还是要选择走窄门 走小路 当耶稣说走这个窄门的时候 他不只是说来你们要走窄门 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那个门 当耶稣说你们要进这个门的时候 他在约翰福音说我就是门 当他们说要走在这条小路上面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道路 当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 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他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到头来 整个信仰 我们所信的 所跟的 不是一套道理 而是一位救主 是耶稣 是耶稣 当他要求我们什么的时候 他自己先摆上 他先走了这个路 他先为我们开了这个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耶稣建立起那个很个人很亲密的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来到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结论的结尾的时候呢 他到头来不只是要我们要做选择 他要我们知道说这个选择要选得对 是要跟耶稣建立亲密熟悉的关系 就像耶稣在拉撒路病的时候 他那个抉择到底去还是等多几天才去 他怎么知道 他一定是跟天父常常祷告 有那种心灵的默契 能够拿捏得准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对上帝的心意 有多熟悉 有多少 有些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来找我们牧师祷告 因为很重大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牧师也很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 但是他们有一个位他就加了一句话 他说牧师你来为我们祷告 因为牧师的祷告比较灵 是吗 上帝把这个祷告拧听的这个权柄 给他所有的儿女的 我们只是说有人一起祷告 一起分辨 一起拧听 辨明上帝的心意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付上这个代价 做门徒的代价 没有一步登天的 如果我们想到那么容易 有东西我就是每个礼拜有来来做礼拜 然后呢 我就打包票一定上天堂的话 那我们还是原来走在那条宽大的路上 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子没有付代价 那我怎么 这个代价是怎么付的呢 就接下来到另外一边了 耶稣来到登山宝训的接下来的时候 二十四章到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基础 我们你要那种的默契 那种的拿捏的主 那个是因为要有一个关系的那个基础 所以耶稣就进一步提到两种 两个根基上面的两座房子 有两种的不同的建造者 而听的耶稣教训的人 有两种的回应 这两个房子盖在两种根基上 耶稣说 一个是以沙土为根基 另外一个是以磐石为根基 怎么知道我的生命是建在沙土还是磐石呢 给我们这样子选 谁要选在沙土啊 对不对 没有人要选沙土的嘛 对不对 因为耶稣明明讲建在磐石上的会稳 我们说我们要建在磐石上啊 但是耶稣说 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是建在磐石上呢 他说凡听了我这些话 又去做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原来是听了耶稣的话 尤其是登山宝序里面的 每一个细细的这些教导 听了要去行 就是建在磐石上 我们行一点 那个根基就打多一点 我们实行的时候 有时候会失败 做不来 我们向神认罪 祷告 悔改 再学过 每一次肯回来 多做一点 多行 听道 多行道 那个根基就打深一点 打深一点 因为我们耶稣是行道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原来我不那么容易行道 原来我不能够靠自己 原来我需要靠耶稣 那样我们才把信心建立在 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 所以耶稣说 听了我这些话 又去做的 就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当风吹 雨打 水冲 撞进那房子 房子 总不倒塌 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各位 每个礼拜听道 我们是听了很多 有时候读圣经 我们也懂很多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说 听了我这些话 而不去做 其实就是 无知的人 你还以为物质见到美美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 每个人都还有光鲜亮丽的生命 日子照过 但是呢 那个考验真的是 当风吹雨打 生命的这些挑战来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里面 稳不稳 我们森查一下 看看 我们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 当有一些东西 当有一些东西不顺心的时候 或者你被别人恶言相对的时候 或者你有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你一般上的回应是什么样的 你是那种很容易就忧虑了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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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觉得 哎呀 为什么 会这些东西会临到我 或者很不满 或者是很挫折 当然人性里头 遇到这些 总是会有一些 但是是 当这些情绪 这种反应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 站稳多少 还是我们一直被他冲下去 有些人一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 就一直往下跌 跌 跌 结果物质倒塌 变成对生活失去信心 对上帝失去信心 甚至离开了主 觉得说我信耶稣 信到还会遇到这些事 那我信来做什么 结果就是耶稣所说的 倒塌的厉害 还是我们遇到一些 困难挑战的时候 这些东西很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想到 主啊 这是你给我背的十字架吗 主啊 如果这是我当背的十字架 你加添力量给我 你赐足够的恩惠给我 让我能够靠着你 面对他 胜过他 主啊 你与我一同度过 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基础 磐石就越来越坚固 所以各位 当耶稣说要把我们的生命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 这个磐石 其实就是耶稣本身 下一个slide 耶稣自己说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一节里头 提到耶稣就是那个防脚石 当我们要建基的时候 结果就像那个门 像那条路那样 我们要建的根基 还是建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我们的救主山上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 说这位耶稣 是你们匠人所丢弃的石头 已经成了防脚的头块石头 世人丢掉他的 世人觉得说 你们跟着耶稣是愚拙的 什么时代了 还要走价 现在的人是想到 要为个人的利益来谋求 要讲求昌盛繁荣 为什么跟随耶稣的人 要讲舍己 要讲谦卑 要讲虚心 这条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但是耶稣所建立在他的磐石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要我们做决定的 要做出明智的抉择 你到底是要选择走哪一条路 所以今天到底我们从这段经文 从这段总结里头 我们学习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 我们要先知道要尾身 做门徒要尾身 然后做门徒 你要尾身的话 你要知道你的根基建立在哪里 然后第三 就来到我们的最后这一点的时候 是提到我们就要立志 尾身做门徒了了 就是我们承诺和下定决心 将耶稣的话付诸实践 我们每个人这个时候自己祷告 主啊 我希望我能够听到行道 但是我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做到 但是你帮助我 至少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承诺 这成为我的一个祷告 如果我忘记的时候 主圣灵 你来提醒我 你来斥责我 你来帮助我 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 做门徒的一个尾身 然后你说 听到行道 行什么 行什么 就行 登山宝训里面的每一条 而我们不懂得怎么活的时候 接下来第八章开始 就耶稣把这些生命活出来了 我们就看着耶稣 学向耶稣 依靠耶稣 所以各位 如果这也是成为你的一个决心的话 我们很快 这个大灾节就要过去了了 今天是最后这一堂总结 下个礼拜 是中之节主日 我们就要进入到圣州了了 在圣州的时候 我们要默想和参与耶稣 在这个 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个心情 所以下一个主日开始 我们进入这个中之主日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礼拜 我们称呼 圣州 各位 作为基督的门徒 圣州 是我们整个信仰历程里面 很重要的一周 圣州比圣诞节更重要 圣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作为一个人子 他要预备心 每一天那个煎熬 他一直选择 是不是继续损从天父的旨意 为这世人的罪的缘故 走上十字架 他从圣州一 圣州二 圣州三 圣州四 一直到受难节那一天 他经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 教会在今年的圣州里头 安排了几次的聚会 帮助大家 来一起跟着我们的主 走他这段的心路历程 我知道 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聚会 但是 如果我们要认真 付上做门徒的这个代价 就一年里面 有一周 我们多来几次聚会 可以吗 这个代价可以付出吗 在圣州三的时候 我们有两堂 如果你只听华语的 在早上 我们有一堂 引导大家默想 圣州三的时候 耶稣的那个心路历程 他知道要被卖 他的那个 他那种的心态 他的怎样依靠上帝 他怎样做那个决定 犹大怎样做那个决定 出卖耶稣 然后晚上的聚会 都是双语的 星期三 圣州三晚上和圣州四 是双语的 圣州四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这个洗脚 耶稣在最后 他知道他要被卖 被抓了 他那个晚上 他做那个选择 不是想到自己 还是想到怎样留下榜样 给他的门徒们 他要怎样让人继续有一个 回来领受圣餐 成为蒙恩途径 所以那个晚上 最后晚餐 是洗脚 是重要的 那个晚上 如果你时间可以的话 我鼓励大家要来参加这个双语的 然后来到受难节的时候 可以放大了 受难节的时候 是十四站 苦路十四站 我们分两种语言 先用英语的 要带领大家 默想十四站 然后我们再用华语的 不是双语的 时间等一下报告的时候会讲 所以这个是 如果我们立志说 要做主的门徒 我们要跟着耶稣紧紧走的话 刚好来到这个圣州 我鼓励大家 珍惜 跟着耶稣的脚踪踪 只有当我们基督徒 更多的体验 感激耶稣 所为我们赋上的这一切之后 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来迎接我们的复活节 今年的复活节 我们是把它放成福音组织 我们就要邀请朋友来了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圣州他们不能够明白 圣州是为我们基督徒 但是复活节 我们是要邀请他们来 跟我们一起宣告 上帝将他的儿子耶稣 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我们要开始为他们祷告 这也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代价 我们要认你三个人 那你三个归信主的朋友是谁 那个名字写了 贴在后面的这个祷告墙上面 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贴上去也有一种提醒自己 我认真 上帝我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其他的人走到那个祷告墙 看到别人贴上的名字 我们也做一个祷告 上帝啊这些的灵魂 你来拯救 你来救赎 那好叫来到复活节那天 我们希望我们这里能够坐满 信徒和非信徒 一同欢庆主的复活 所以各位 最后总结 根本的来说 两种选择 你选择 你的人生轨迹是走哪一条的路 你的生命 建在沙土上 还是建在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 如果你是选择建在耶稣的坚固磐石上 那就是听了祂的话 要去行 你愿意吗 我们以这首的诗歌 站在耶稣磐石上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成为我们的励志 我心满旺 也无根情 唯有救助 留学共益 除此以外 空虚无凭 但靠耶稣 我们起立 在第一节再来一次 这是我们的盼望 是的 宣告 别无根基 唯有救助 留学共益 除此以外 空虚无敌 但靠耶稣 救助生命 女在基督 喊世禁谷 其余更尽 却是沙徒 其余更尽 却是沙徒 黑云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有时黑云 这一株变 主恩可口 永不改变 我有风浪 不怕摇动 我冒暴露 在主恩中 你才进度 满世禁谷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主流下了宝血 为我们立下了他的额约了 主流宝血 立下宝血 祝我们为 洪流吞绵 其余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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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住 祖多为心怀 你在基督 盼世禁谷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祝我们为 祝我们 敬到天国里面 我云听见 好痛生气 好痛生气 好痛生痛 在基督里 船上救助 雪白衣袍 神结无效 同受荣耀 你在基督 盼世禁谷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你在基督 你在基督 盼世禁谷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其余更尽 全是沙徒 全是沙徒 天父上帝 恳求你本着你自己的恩典 你的怜悯 你的大爱 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属里的儿女们 让我们能够 站立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 我们一个也不流失 使我们的生活 能够为主 接触好的生命果子来 主啊 不是靠我们 我们知道靠着自己 我们没有能耐 我们只有靠你 帮助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的 阿们 请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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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